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明天就是放榜 近日在小红书中 有一个自称有份改DSC文贫士的改卷老师 大爆很多考试的机密资料 并且有点囂张就说 我在小红书不怕 让你们吃了炮子胆都不敢拉小红书的人 总之今天考评局在放榜前一天见记者 因为这是例行的记者会 也会去跟大家讲究竟有多少个状元 考新净净净其他数字 亦都特别点评了这个洩露机密事件 已经报了香港警方 稍后跟大家去看看究竟这件事是怎样 和顺便分享一下内地高考究竟安保程度去到哪里 即是有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好了接着就去到第二个话题 同样都是与小红书有关 一名内地下来香港旅游的女子 去到中环的一些旅游热门景地吃饭的时候 就骂爆一间餐厅 当然就不是说当面去骂 而是说食饭拍片之后上网骂 在小红书那里骂人 搞错一个梳乎里八五元这么贵 梳乎里里面只有空气 对不对 结果原本就以为可以围炉取暖 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但怎知都是被绝大多数的网民去骂爆它 这一件事都可以去和大家说下 即是究竟百多元去吃一个甜品 究竟又值不值呢 特别是说香港和部分的内地城市物价就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会出现这些价值观 特别是金钱上价值观的一个不同 待会和大家慢慢分享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的井仔 和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顺便和大家分享多一点 究竟今年有多少个状元呢 今年合共有42,000多个日校考生 然后有6,000多个自修生出殖民贫史 当中有17,450日校考生 获得本地学士课程的基本入学要求 即是说有1,0007人就过到3322 但只是3322不够读大学 即是说最低而已 你本身还要補多些分才可以入大学 另外今年就有4名的状元 18个的绑眼 35名的探花 考评谷解释就说 虽然状元的人数较往年少 但得到高分的考生就比去年多 由于认考人数少了 所以状元的数量少了也很正常 还有做其他绑眼探花 你都可以说是实力的 但状元这一件事 很多时是真的要靠运气的 因为你不是说 我只是某一科要拿五星星 你是说每一科都要拿五星星的话 那就真的要运气了 特别是说有些科目 他们的评分标准可能真是比较主观的 例如说中文、英文 好像口试的 究竟你说完人家觉得是不是真的极好 需要人的观感 还有一些作文的时候 有些可能 哎!不是啊!我这里用了隐喻 不是啊!老师看不到啊!他不懂看啊! 有时候会有些争论位 而且始终一些语文科目 例如说通识那些 你写了很大篇论文那些 有时候也是颇为主观的 你不像说物理、生物、化学那些 这些数学你对就对错就错了 你不会说答案是二 你写了一 然后可以当你对的嘛 所以除了固然硬实力要够厉害之外 还要是刚好全部科目你都撞到一个 认定你实力 懂得评分的改卷员 因为都知道有些人是说 可能失了某一份卷 可能其他小分那些很高分的 唯独是作文就被人一了 然后搞到逼了脚 入不了心仪的科目 这些悲剧每年都会不断重复的 甚至呢 我自己有些朋友 曾经在某一科上 拿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呢 他之后都很谦卑地和我们分享就说了 其实自己撞走神的 因为呢 你让我去考上一年那份卷 其实自己都拿不到这么高分的 好了 说完这些之后呢 跟大家看看 究竟洩露机密是什么事呢 日前就着怀疑 今届的月卷员 就在内地社交平台 公开疑似 今年中文科试卷的批改参考文件 引起了大众关注 考评局就在今天就确认上述的用户 是违反了考务守则 强调已经报警处理了 社交平台小红书 早前就有一个自称叫做中文科月卷员的用户 他就改自己的名字叫做DSE五星星黄老师 公然在网上公开了一份写有2023年DSE机密 括弧是写到明 只限月卷员使用的文件 他自称是中大中文系毕业 拥有10年任教日校的经验 熟悉考评是内部培训的常客月卷员研究数千份试卷 在当日他上载了一个文件 就是写中国语文卷二的评卷参考 抬头也用粗体字写上机密两个字 接着就不断跟大家分享 今年份卷哪个位置得到分 考评局只认定哪个位置会给你分 考评局这样说了 这样写就会没有分 这样写就会高分 当然如果你是用补习老师去说的话 而你是没有阅读过这些资料去说的话 只能够说你本人分析能力超厉 隔空都可以看穿别人的心 这个就是你叻 但是他直接拿了一份积密放上网的话 即是表示有人违约 有人将积密资料外出 当然啦 即是每年考评局他自己在完整个文憑市之后 其实这些东西就已经不再是积密来的 都会公开给下一年的考生去参考 但是呢 有些东西你签了约就是签了约的啦 说到明在这些时候 一日未放榜 一日都不可以去公布 就算你说 不是啊 我是等学生考完完啦 你收卷我才分享 都不影响成绩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如果一个可以不守规矩的 下一个又再转漏洞的话 对于其他可能没有人物没有关系 或者那个考生没有用小红书 那是不是就代表他抵取低分呢 你说一个人他没有用书 就当然抵取低分啦 但如果你说没有啊 因为他刚刚没有看小红书 没有看王老师的post 搞到捉不到条水路 所以就低分的话 这个就已经破坏了考试其中一个 公平性的原则 所以说到明了 已经证实了这件事 报警会去跟进啦 我想呢 其实考评谷要去捉这一只内鬼出来 应该不难的 因为呢 他说明了 中大中文系毕业 跟着教了十年日校 跟着还要说他姓王的 去调查一下 还有呢 是男是女都会知道 那么容易符合到条件的人 可能都不多过五个 跟着去进行一些突击搜查 找警员立刻 看看你有没有装小红书 看看你是不是就是王老师 要捉呢 应该就很容易捉的 虽然呢 小红书就不是香港的应用程式 那未必就是说 可以去跟小红书那里 申请用户资料 去进行一个确认啦 那但是啦 都不要以为呢 小红书多内地人用啊 那我用了 别人就以为我是内地人 所以呢 就没有人能够捉到我 那这样 千万不要那么忘居啦 那你今次是说 你直接替考评局眼眉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内地是怎样看待 高考的资讯的保密程度 因为香港DSE 究竟那个保密程度去到哪呢 网上我就找不到资料 但高考呢 原来 国家是将高考试卷相关的资料 那个 机密程度等级 是列作为 跟核弹一样的高级 高级军事机密 那大家想下啦 如果今次不是一个 考评局的老师 跟你分享些机密 而是说 核弹工程师 跟你分享核弹机密的时候 那大家就想象到 其实今次香港政府 看待这件事的严重性 是应该要更加提高的 就算你说黄老师 穿了草回到内地也好 我会觉得 就应该要两地联手 把他捉回到香港警局 即是好像 蔡天凤事件那个 有个女儿KOL 回到内地 都被公安捉了 接着捉了 连人带车 送去天水围警署 其实我觉得今次 应该要用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规格去处理 因为 你越是高调去处理这件事 越是杀鸡警猴 去提醒其他改捐员 你要知道 究竟我们看待资料的严重性 去到哪里 因为每一年 其实都有一些所谓 补习名师 我以前都有帮衬过的 虽然读不到书 但也有补习过的 有些人都会说 我自己 考评局有朋友 所以 我知道很多marking scheme 然后就告诉你 让你轻松可以取高分 甚至乎 在这几年 都陆陆续续有些 补习名师 是因为这样而被人控告 甚至乎 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中文科 很多小园都是被判监 说起小园 我以前也有不少同学 是报过小园 不过我就不是报小园 我报另外一个 不过最后 竹敏就 算了 不说成绩了 说起伤心 总之 香港的教育环境 就有时候相对扭曲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补习老师 又会拥有这些marking scheme 然后又可以大举去分享 但内地就完全没有这些 即是 你说有没有 那些补习名师 有的 但他最多就是告诉你 怎样可以更加容易理解 这些题目 而不是告诉你 我知道改卷 有个心想什么 即不是这一种 好了 说一下内地 对于高考的保密程度 首先 印试卷这一部分 其实大家想像一下 即是等于 你有些纸 接着你将些物水 印到纸上 对不对 你说印章纸 那些公司部打印机 一个小时都印到5000份 对不对 但是 内地的高考试卷 印刷的严格程度 是和其他国家印银纸是一样的 那大家想像一下 印银纸 你会担心些人 监守制度 甚至乎是担心 你不要将一些 已经印成了的纸 印成了的钱 偷走 甚至乎是担心 有人会去偷走 那些试卷 还未印成卷的那堆白纸 都担心有人会偷走 因为 银纸的话 那些人拿到一些 无孙子 然后就可以尝试自己去印钱 试卷 都去到这个程度 高考 内地高考的试卷 通常会在监狱里面印刷 为什么呢 因为监狱里面的人 除了程教的人 和囚犯之外 基本上很少外部人员能够进出 而且监狱的人 他们无法逃狱 即使他们负责印卷 他们知道里面的问题也好 但是那班犯人 在未来的半年 就不会被人探监 亦都不会有泄露 机密的状况出现 对于政府来说 他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其他的程教人员 会不会去泄露一些 考题 大家就能够想象到 居然要去到一些 这么特殊的地方去进行印刷 好了 接着还有 对于出卷的老师来说 那个监狱也是很严格的 是说 国家每年都会去征召一班 极度优秀的老师 或者是教授 甚至乎是要大学的老师 博士去做这一件事 好像会将他们捉到一个集中营那里 接着半年里 你们就负责一起去谈究竟出什么卷 接着 吃的穿的用的全部由国家去给你 接着 不会让他们用手来电话 就算你说他们要报平安 联络家人也好 在其他武警公安的监听状况之下 你才可以报平安 因为都担心就是说 因为你负责出卷的嘛 那你就当然知道出什么题目的 有时候很简单的 例如说数学 数学卷怎么去分 究竟你是满分 还是比较厉害 还是普通水平 往后的题目 每条就越来越难 你后面那些做得对 你就是拿满分的人 数学千变万化 有几千万种的题型 但是如果有人提前跟你说 最后那一题会出一条很复杂的福利式题目的话 那就简单了 简简单单这三四个字 说出来不用一秒钟时间 你让我知道最后那条原来是最复杂的福利式题目 不要紧要 立即找回往年的试题去看看 究竟最难的福利式可以怎么出 然后背好数学结构题型 就算像我这些 不是那么厉害数学的人 进入去我都可以拿五星星的 所以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就是说 连一句半句的暗示都不可以存在呢 因为这样做呢 就真的可以令到有很多 原本不应该去到这个水平的人 就可以飞煌腾达 好了 去到这些试卷出题 接着印刷完之后 轮到运送的时候 国内运送试卷 其实就和你平时看的那些 什么职业特工队 速度与激情那些 即是反派的安保措施差不多 等于这个黑帮老大 要运送一亿美金 放在隔晚那里 接着呢 有个大卡车 接着周围都是警车 沿途去保护的 类似就是这样 接着 每架车都会有GPS 这个很正常的 因为现在连巴士都有GPS 更何况就是说 你要运送试卷 接着 每架车都有那些 持枪的安保人员 甚至乎 派上直升机 在高空上面 去监察试卷 究竟你会不会 中途调包 究竟会不会 中途有些人 可以看到试卷里面 写什么 既然内地 是这么重视 高考的公平性 那没有理由 香港退步 没有理由 香港出丑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 连同内地的警方 一起去把黄老师 拘捕归案 甚至乎 就是说 你说判过五年十年 我都觉得应该 因为你泄露 秘密 对不对 你能够今次 泄露秘密 如果被这些人 继续再爬上去 甚至乎知道 出什么卷 出什么提型 的话 那到其时 就惨了 所以这些人 就当然要抓 好了 不说这些文贫士的话题 去到下一个话题 不知道大家平时 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搞错 我在家买菜自己 兜兜买卖 这碟东西最多 20元 出去收我85元 有没有那么贵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接下来这单新闻 你相信会有兴趣 大家都可以去谈一下 自从通关之后 有不少的内地游客 就喜欢来到香港旅行 除了那些主题乐园之外 很多旧式的老店 都是旅客打卡的热点 不过近日 有内地的网民 就在小红书 批评香港著名老店 太平馆餐厅 食物差劣 这个贴主 他就说 自己在太平馆的名赛 点了一个85元的梢茲uli 等了半个小小鱼 就上菜 接下来打 film 然后用匙巾 翻滚梢茲 但他觉得相当失望 他就说 好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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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怎料裡面只有一些蓬鬆的空氣 然後拍下太平館的餐牌 然後就說香港的東西貴到吃不起來 影片一出就引起很多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網民留言說 你去旅遊名店吃飯還要求便宜的話 你真是不用想了 沒有人特意叫你去貴價餐廳吃東西 拜託你不要抹黑香港 你要便宜的就去大排檔吃 有些人也說 你去這些消費水準的餐廳就沒話可說 有些人比較熟路也說 太平館一向的價錢也不便宜 這裡我要特意抽一點出來說 其實大排檔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便宜 因為昨天就8號波 其實在昨天我就約了觀眾吃飯 下了波之後都見過環境安全 所以我最後昨天好像晚上7點8點左右 我就去了北角 跟另外一個觀眾 兩個人一起吃大排檔 在東寶小廚舊子那裏 因為那裏除了東寶小廚之外 那個渣華街街市那裏 其實還有幾檔大排檔在裏 由於我昨天才吃完 所以昨天看完餐牌 我都幾億猶新的 我不是說大排檔特別貴 但我都想說大排檔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便宜 你要便宜的話 去茶餐廳吃個鯪飯 現在晚上吃個鯪飯都貴的了 都說六七十元才包一杯飲品 但是如果你要去大排檔的話 通常的菜式 正常一點的菜式 都已經去到八十幾元一個菜式 九十幾元一個菜式 你加多一碗飯都差不多八塊了 不過大排檔當然沒有想像中那麼便宜 但是食物質素確實是有的 好,繼續看下去 網民在這裏留言 罵樓主以偏概存 又指 其實以香港人的人工來說 其實這個食物價錢 就不算太昂貴的 貼主最後在這裏 就說 沒有,我只想想 覺得物價飛漲而已 想不到被大家在這裏罵一下 那關於貼主究竟是有心唱衰香港還是怎樣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我想今天跟大家討論的是 大家都知道香港所有東西都貴的了 就算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都好 我也知道香港地做生意 其實最貴的是人工和地租的 實際上以飲食行業來說 食物本身 其實就真的不值什麼錢 即是海鮮除外 對吧 例如說,我們去吃個麵包 對呀,麵包說到底就是 一堆麵粉加雞蛋加牛奶 給點火力而成的產品 成本真的可以很低 可能一元都不用,兩元都不用 但是呢,出道去買個包 就要十幾元 二十幾元的包都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呢,公道地去幫商家說一句說話 有時候你經常說 麵包最多只值兩元而已 但是你想想 有什麼人會自動自覺 凌晨四點起床 就開始開麵粉呀 下雞蛋呀 搓麵團呀 接著搞成幾個鐘 接著終於趕得切 在清晨七點鐘把包出爐 接著就給你可以用幾元 給你用十幾元的價錢去買到 是不是? 還有,他們那些一定是要 極大量買麵粉和極大量買雞蛋 才可以相對壓縮成本 因為我自己呢 以前有段故事 都在家裡試過 樂趣也好,什麼都好 做過一下麵包呀 曲奇呀,蛋糕呀那些 如果你像我這些 即是個人製作出去買麵粉的話 買麵粉是貴過你出去買包 又有沒有想過 即是人家製麵包那些爐具呀 那些器材呀 其實全部都是成本來的 但有些人呢 總是很單純 就只是用一個 咦,你麵粉值三毫子 我最多給四毫子你的心態呢 那麼就漠視了人家背後用的器材 人家麵包師傅的人工 他的經驗 有香港的地租 接著有很多 那些水電煤 諸如此類的東西 然後就在那裏投訴說 梳乎里很貴的 但是你又不會去想 究竟普通人家裏 有沒有這個器材 弄不弄到一些 這麼蓬鬆的梳乎里呢 如果香港地 是真的可以所有東西 都無視人工去看的 完全不理人工的話 那可能香港人均收入 都不會去到幾萬元那麼高 那到時候可能 你呢 就不會說什麼月入萬幾元的 你又剩下一千 然後我就剩下二千 那可能甚至乎 你不計算人工的嘛 人工不值錢的話 那護士可能 將來連一萬元人工都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呢 往往單純用成本去衡量 即是別人那個東西 值不值的話呢 其實這些呢 智力很低的 甚至乎是小朋友 但是奈何的是呢 有不少 即是四五十歲的人呢 其實都仍是抱有這種 堪給小朋友的思維方式呢 去衡量別人的一件食物 或者一堆服務 究竟值不值錢呢 另外啦 再開多一個話題說一下 其實呢 由內地 即是特別是一些 不是大城市的地方 下來香港旅遊 由一個低物價 去到高物價的地方 旅遊使用錢呢 在這件事來說呢 其實真的無比痛苦 但是反過來 好像在香港 我們這些高物價的人呢 去到低物價的地方 游山換水呢 我們是完全覺得自己做大爺的 就算你說現在人民幣 是1.1對港幣也好 但是我們都會覺得是做大爺的 即是你在香港按摩 按摩 你五個水兩個小時 接著設施設備 又可能沒那麼好 但是呢 你去到內地 是說可能兩塊水都不用 就已經有差不多的服務 甚至乎包括過夜 接著呢 人家的牆又大 又有其他那些什麼 電視呀 又有其他不同的東西 去接待你 招呼你 有時候 物價這件事 就真的沒辦法的 我從來都強調 為什麼香港人 我會說他很幸運呢 因為我們本身生活 是一個高物價的地方 人家做時應 可能一個月就只有三千 但是香港做時應 一個月可以有萬五的 雖然你平時 洗多了 都是會在份量那裡扣 但是你剩下的錢 將來回上去做大爺 就是完全開心 對不對 不要說內地 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去日本 喜歡去韓國 喜歡去泰國旅行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都是由一個高物價的地方 去到一個 物價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去到一定是疏忽的 有時候 為什麼小小小可以這麼勤力做事 是因為 我都希望儲多個錢 將來不知什麼時候 有空閒的時候 我都可以到處去旅行 就是這個個人的想法 好了 去到最後 開多一個小的話題 今天就完了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很多人 是會不收錢 即是沒有外國勢力之助 也都不是反中亂港 但是他們都會很喜歡抹黑香港 畢竟這個是人性驅使 我們人其實 不是那麼喜歡看別人的好東西 例如說 我跟你說 香港有什麼好 香港怎樣好 那些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點擊率 但是相反 如果反過來 我跟你說 香港專欺內地人 誰說普通話 一棍子吐下去 接著又說 香港的食肆很髒 梳乎你爬蟑螂出來的時候 哇 那就不得了 一說到這些 揭人雙巴 講人壞話題的時候 那就大把人進去看 是吧 好像娛樂新聞那樣 你問 為什麼他的死 會那麼多人關注 是因為他有一個壞的老公 再加上 他有一對背刺他的繼女 是吧 好像《全民造星5》的Naven 為什麼那麼多天都在說他 因為他真的很壞 那些人是想看一個人怎樣壞 但是如果你說 看到Naven 他對他女朋友極度好 無微不至 但是他女朋友都想歪了的話 這些新聞的熱度 就沒有那麼多人去關注 由於說壞事 天生就多人聽 所以為什麼 對於普通平民 他們以賺錢 以曝光 以帶貨作為目的 以出名作為目的 當然是說差香港 對吧 還有香港警方 拘捕不到他 對吧 還有就算你說他 說謊 他人在內地的 沒有那麼多的內地人 會故意到香港 去踢爆他的謊 所以對於他們造假的成本 被人踢爆的機會低 然後標題說得夠爆 又會多人看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為了自己 荷包利益 罔顧香港的形象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香港一些媒體 例如說 你隨便打開那些 比較主流的媒體 你不要算那些大公文媒 你找其他媒體去看 你按那些什麼 即時中國新聞 十單有九單 都在說中國的壞事 因為說好東西 沒有人會聽的 甚至乎連政府 他們要賣廣告 他們要推廣 什麼開心香港那些 他們都要靠賣廣告 因為你不賣廣告 你不告訴別人 你不用錢 推給別人看 如果在香港有多好的話 沒有人會去提 說好香港故事 就真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當然 有些人當它是一份工 因為本身說好香港故事 他們有報酬 對於好像我這些 純粹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吃力不討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人性驅使 即是有些人人性驅使 就是追逐利益 我呢 不是說不追逐利益 但是我的人性就是說 驅動我追逐利益的同時 盡可能就是做一些好運好事 好了 我也知道今集節目 可能有點沉悶 但沒辦法 打完風之後 真的沒什麼新聞好說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今天又約了朋友吃飯 好了 就這樣 拜拜